歡迎收看全州現場深度週報 我是李小如 這個星期我們來看的話題是 美國近六年以來 從石油主要的進口國 搖身一變成為第一大生產國的關鍵 是水利壓裂法 開發生產的液鹽油氣 歐洲國家像是法國 英國 德國 基於環境和健康的因素 全部都禁止油業鹽的開採 而美國有三十多州 在豐厚經濟利益的吸引之下 便大肆開採 今年大選最關鍵的搖擺州 賓州就是其中之一 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賀錦麗 二零一九年反對水利壓裂法的立場 如今就變成川普陣營攻擊的痛腳 賓夕法尼亞州是僅次於德州 全美第二大天然氣生產地 西南部的華盛頓郡擁有整個州 數量最多的液鹽油氣開發井 喬治惠里家這片飼養五百多頭羊 以及一小群牛 中面積三百六十英畝廣的農場 就設有三座碳磚井 深入地底好幾英尺 專取馬克盧斯液鹽豐富的天然氣 每年從成竹土地的生產商所獲取的使用費 讓惠里先生有充沛的資金可以給農場增添新設備 管理起來更輕鬆更有效率 被問到今年大選 他們要投誰 惠里婦女兩人表示 共和黨是唯一的選擇 被歸類在鐵修袋區的賓州過去工會勢力強大 曾經是民主黨的鐵票區 但2008年起 隨著頁岩油漆井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給產業空洞化的賓州帶來罕見的高薪藍領工作 一夜致富的百萬富翁激增 自此之後這裡每一場總統大選 都是共和黨的候選人營 川普對水利壓裂法開發頁岩油漆的強烈支持 就讓他在2016、2020兩次大選 在華盛頓郡拿下超過六成的選票 有頁岩的開採讓美國的 美國近六年以來從石油主要進口國搖身一遍 成為第一大生產國 美國石油協會的資料顯示 2023年天然氣開發給賓州地方政府財庫 帶來一億七千九百六十萬美元稅收 2012年算起總額已經超過二十七億美元 而水利壓裂法給地表景觀帶來的破壞 空氣噪音污染和水源帶來的污染 以及輻射物質和地震的負面影響 也是許多環保團體民間人士大力反對的主因 壓裂油業鹽注入和吸取高壓水利的過程 使用的化學物質本 甲本 儀本和二甲本 會導致白血病 肝損傷 眼睛鼻子和喉嚨刺激以及頭痛 紐約州立大學濱漢頓分校2020年所做的環境經濟研究報告 止水利壓裂法帶來的空污青年時間內 經濟損失達一億四千九百萬美元 死亡人數有二十人 以新墨西哥州委立二零二二年石油天然氣產業 開採頁岩油氣所產生的有毒廢水 足以在二十六萬六千英亩的土地上覆蓋一公尺深的積水 雖然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廢水都被業者重新利用 剩餘的卻是被駐入地底 隨著地底廢水池被填滿 新墨西哥州開始限制地下處理法 到二零二四年為止 預計每天的廢水出口量超過三百萬桶 當地政府正與十家廢水處理公司合作 進行把處理水用在大麻 棉花 牧場飼料草的灌溉實驗計畫 冰州木倫堡學院民調研究中心二零二年所做的調查顯示 大眾對天然氣開採的看法相當分歧 贊成水利壓力法的有百分之四十八 反對的有百分之四四 二零二四年支持的降為百分之四十四 反對的百分之四十 另外有百分之十六的受訪者不確定 今年一月民主黨籍的州長夏皮諾 對業員油氣開發商制定了新規定 要求必須公布專井水利壓力過程 使用的化學物質 以保護憲法賦予人民擁有清晰空氣和水源的權利 維持賓州在聯邦體制內能源領導者的傳統地位 公視新聞王魂編譯 人口結構高齡化 過去都被認為是已開發的富裕國家 才會有的問題 但是世界銀行九月中發表的分析報告就顯示 全球在二零二三年 已經有大約半數的人口 有機會活到八十歲 但是中低收入國家缺乏醫療資源 許多國家仍然是由婦女來負擔育兒和其他的家事 面臨較差的健康條件 必須要有實際的政策來去營營 根據聯合國最新的估計 平均壽命在七十歲以上的國家或地區就有一百四十九個 臺灣以八十點五六歲排名第四十六 世界銀行的研究團隊指出 一九七零年全球人口只有兩成可以活到八十歲 二零二三年這個比例已經增加到接近五成 如果以人口數量來算 有四十億以上 是一九七零年的五點四倍 但市銀也說 活得久不代表活得健康 所謂的非傳染疾病NCD 包括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巴金森氏症 癌症等等 經常困擾著各國的高齡族群 特別是在中低收入國家 超過七成的死亡來自於NCD 而NCD造成的身心障礙比例也偏高 同時中低收入家庭 如果有人罹患NCD這一類的疾病 經濟負擔會特別的沉重 影響所及 下一代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變少 形成貧窮和疾病代代相傳的惡性循環 另一個問題則是性別差異 聯合國的統計顯示 各國無論開發程度或是富有與否 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都高於男性 但是多數國家受社會風氣影響 包括育兒以及家事多半都有女性負擔 加上女性普遍活得比男性更久 女性面對NCD疾病的風險也高於男性 世銀指出 健康長壽這個專案 就是盡可能縮小國與國之間 以及同一個國家之內 貧富與性別的差距 除了編列高達360億美元的預算 更重要的是推動的方式 包括提高女童受教育的比例 以社區托餘取代部分家庭女性育兒的負擔 藉此鼓勵女性留在職場 一方面解決缺工的問題 一方面降低家庭的經濟負擔 這份報告的標題為解鎖健康長壽的力量 人口結構變遷 非傳染疾病以及人力資本 研究團隊指出 面對長壽卻不健康的問題 要拉近中低收入國家 以及富有國家之間 以及性別之間的差距 而這對於提高人口總體生產力 促進經濟發展相當的重要 公視新聞徐家仁編譯 高齡和少子化的社會趨勢 加重了政府年金制度的負擔 中國就決定從2025年起 在15年內逐步提高推休年齡 並且從2030年起將現行繳納十五年的養老保險費 延長到二十年 這也引起民眾感嘆 距離退休好像越來越遠 而對老後生活的規劃也出現了變化 至於在奧地利則是有越來越多的人 積極安排他們的退休生活 他們組成了縫紉手工坊 穿著手作的禮服 登上了維也納時尚週伸展台 首領的魅力打破了年齡的限制 也擴大了老後生活的想像 在輕鬆的音樂下 維也納時尚週伸展台上的模特兒 走起台步格外輕盈 銀髮手女的神情 綻放歲月雕琢的自行光彩 已經超越年齡的限制 六十三歲的赫德利卡 從醫院的行政職務退休之後 加入退休社團的縫紉工作方 他和其他學員在老師的指導下 親自縫製夢想中的時尚禮服 並在成果發表會上走上了伸展台 他說沒想到退休生活 能這麼充實有趣 時尚週統籌馬特雅斯觀察 年齡不再是時尚界無法打破的法則 當年的超級名模 納奧米坎貝爾 以及克勞蒂亞雪佛 如今都是熟齡的模特兒 仍能在伸展台上展現 獨有的首女魅力 無所事事的退休生活不一定美好 培養興趣並維持社交聯繫 有助於老年的身心健康 克萊門森大學的心理學教授 泰勒指出 要成就快樂的退休生活 除了健康和財務狀態 和對退休的想像大有關係 只要是人都會年迈 離開職場都是必然的結果 泰勒提醒 無論年紀大小 對於人生的滿足感 都是來自於自我實現和社交聯繫 尽管只要準備妥當 何時退休的決定權在自己手裡 不過多數人對於退休生活的想像藍圖 和體制大有關聯 受到人口高齡化和少子化的影響 中國宣布從2025年開始 在15年內逐步提高退休的年齡 男性從現行的60歲提高到63歲 女性公務員和企業女主管 則從55歲提高到58歲 企業女職工則從50歲提高到55歲 並且從2030年開始將現行繳納15年的養老保險費延長到20年 計劃將從2025年1月1號生效 消息一出引發民眾憂心 根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現行退休年齡在1950年代制定 已經跟不上人口結構的變化 中國預計將在10年之後進入超高齡社會 年金改革勢在必行 計劃以15年的時間 逐步提高退休的年齡 緩衝對社會與經濟的影響 並且減少民眾對延後發放年金時間的反彈 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 上個星期的多倫多國際影展 有一部在俄烏前線拍攝的紀錄片 《戰爭中的俄羅斯人》成為了爭議話題 因為內容是以俄軍視角出發 展現了戰爭的殘酷無奈 被烏克蘭政壇還有文化圈指控為親俄宣傳片 最後影展的主辦方以安全威脅為由 取消了手印 惡意的加拿大籍導演 他在面對批評的時候 強調這部片 戳破了俄軍不敗神話 凸顯了士兵不知為何而戰 絕對是普廷不希望世人看見的反戰電影 俄羅斯裔加拿大導演特羅菲莫瓦 跟著俄軍補給隊伍前進入侵烏克蘭的前線 在烽火中一待就是七個月 拍攝了紀錄片《戰爭中的俄羅斯人》 從基層俄羅斯士兵的視角看這場戰爭 他們有的相信終將戰勝烏克蘭納粹 有的緬懷俄物之間文化相連的團結之情 隨著艱苦戰士推進 越來越意識到在官方媒體上 俄軍打不死的英雄宣傳都是假的 也開始懷疑為何而戰 影片中是呈現他們使用 蘇聯時代舊裝備的窘礦 以及失去同袍的恐懼震撼 這部紀錄片獲得加拿大政府的非營利媒體基金 36萬加元資助 是加國跟法國團隊聯合製作 但是因為從俄軍視角出發 以及特羅菲莫瓦的俄羅斯裔背景 本片受到烏克蘭政界跟文化圈的抨擊 痛批國家資金美化洗白侵略戰爭 這部片八月在威尼斯影展以非競賽形式放映 這個月轉戰多倫多電影節抗議如影隨行 有烏克蘭協統的加拿大副總理方惠蘭 也譴責這部電影不該出現在多倫多影展 這部片是努力暴殺到武器的判案 在烏克蘭的Ukraine 擷拖展他們的《丸子》和《丸子》 這部片不是暴力的影響 這部片不是武器的專門 這部片是不正確的時間 為人們在日常下的罪 殺死亡的死亡 殺死亡的男人 本片原定13號在多倫多影展舉行的北美手印 最後主辦方以嚴重的安全威脅而取消 讓製作單位相當無奈 本片製作人特羅菲莫娃出生於莫斯科 在多倫多接受教育 長期都在拍片記錄伊拉克 叙利亞 剛果 民主共和國等地區的戰亂 他說戰爭中的俄羅斯人 想要呈現一個關於犧牲與幻滅的故事 是他跟團隊冒著生命危險 以及被俄方起訴等後果所拍攝 只有反戰沒有洗白 特羅菲莫娃對路透社表示 本片在威尼斯影展放映後 很多人改變了先入為主的成見 很希望在多倫多影展也能讓關心議題的人 看過內容再進行有意義的對話討論 可惜事與願違 他也點名政治審查 干預電影文化創作 危及加拿大的民主與言論自由 不該任由這種事發生 公視新文 社會中編譯 公視新文 社會中編譯 二零二三年遊客在歐盟地區的過夜數超過了七點一九億個晚上 引發了管制短租市場的討論 在旅遊聖地希臘就有房東把長租的房客給趕走 將房源釋出給短租的租客 導致當地人沒有地方可住 而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 這是舉行的公投 將要在二零二六年起禁止短租 觀光區遊客絡繹不絕 旅遊聖地希臘從陸陸到外島都非常受到歡迎 每年有破三千萬人次造訪 不過儘管遊客為希臘帶來豐厚觀光收益 隨著一間間住宅改裝成短租房源 釋出給觀光客 當地人住房不足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希臘今年的觀光收益 預估將達到兩百二十億歐元 再創歷史新高 龐大的市場讓房東們眼紅 比起將房子長期出租給單一房客 有遊望既經營短租利潤更高 導致不少住在大都市的長租房客 每到夏天就被房東趕走 很難找到可以負擔的新住處 為了遏制不斷擴張的短租市場 希臘政府近期宣布首都雅典有三個地區 至少未來一年將不再核准新的短租許可證 且在四到十月春夏季旅遊望季 短租每日要繳交的稅金 從一點五歐元提高到八歐元 其他像是今年夏天 遊客爆滿的聖托里尼島和米科諾斯島 明年起將另外向搭乘郵輪的旅客 徵收二十歐元的稅 提高稅金同時 政府也喊話房東 只要把短租改成長租 就能獲得三年的稅金減免 除了地中海國家 被譽為督腦和明珠的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 也出現反短租聲浪 當地最新公投結果將自二零二六年起 實施短租禁令 為居民找回生活品質 布達佩斯的房價過去九年增長了兩倍 且與去年八月相比平均上漲的百分之七點八 主要原因就是短租房源增加 像是在商店和咖啡廳聚集的第六區 就有約百分之七的住房是短租公寓 但對於政府即將禁止短租 有房東就抨擊 公投投票率僅百分之二十不具有效性 商家也擔憂 管之後遊客可能會減少將影響收入 歐盟統計局最新數據 二零二三年 遊客透過電房網站 預定短租布達佩斯的過夜數 就高達六百七十萬 整個歐盟地區則超過七點一九 一個晚上 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凸顯了歐洲短租的熱門程度 和管制急迫性 除了匈牙利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也將針對假期短租管制舉行公投 西班牙巴塞隆納則提出要禁止所有 遊客短期註定 公視新聞兩位編譯 全球氣候暖化 極端化 各地洪災 還有乾旱頻傳 目前在南美洲的巴西 正在經歷當地超過七十年來 最嚴重的乾旱 全球第二場的河流 亞馬遜河的水位 持續創歷史新低 也嚴重衝擊到當地居民的生活 而南美洲嚴重缺水 空氣濕度降低 幾乎已經達到了 沙哈拉沙漠的程度 還有森林大火在延燒 空氣當中的懸浮微粒也嚴重超標 透過直升機的視角 從空中俯瞰 位於巴西西北部 亞馬遜河上游的蘇里摩西河 土黃色的河床幾乎已完全裸露 而鄰近的城市費特 也因乾旱引發的森林野火 冒出真正濃煙 環保團體強調 巴西目前正面臨七十多年來 最嚴重的干旱 是地球正經歷極端氣候的又一項鐵震 亞馬遜河是全世界第二場的河流 僅次於埃及的尼羅河 但是平均流量世界最大 流域面積最廣 支流也是最多 發源自位於秘魯境內的安地斯山脈 整體流金秘魯 哥倫比亞跟巴西三國 但隨著全球氣候暖化跟極端化 巴西從2023年夏天 就面臨嚴重干旱 今年情況更惡化 亞馬遜河的水位持續探敵 九月下旬 亞馬遜流域最長的支流 馬戴拉河 水位創下歷史新低 不僅嚴重影響居民的通行 漁群跟植物減少 也重創生計 雅馬遜河流金的沼澤 湿地跟雨林 裡面多樣化的生態面臨考驗 美甸形容 亞馬遜河近年的干旱 宛如末日景象 就連巴拉圭 也正經歷百年來最嚴重的干旱 哥倫比亞當地的河水水位 也探底 少了河道交通 居民進城 至少要走上四個小時 船域民生物資 甚至要延遲二十天以上 而空氣中的濕度大幅降低 也已經跟撒哈拉沙漠一樣 包括巴西 密魯跟玻利維亞等國境內 9月開始爆發大面積的森林野火 幾乎面臨失控局面 野火夾帶大量濃煙 讓空氣中有害人體健康的懸浮為例 已經超過世衛組織標準的十四倍 巴西這波干旱已衝擊五百萬平方公里的面積 相當於百分之五十八的國土大小 政府憂心 國內會有超過一千座城市受影響 專家指出 隨著極端氣候越來越頻繁 乾旱的時間將會拉長 而降雨量會越來越不穩定 乾旱跟豪雨沉災的頻率更密集 估計未來幾個星期內 當地都不會降雨 車迫巴西大旱 短時間內也無法緩解 共同新聞就很請編譯 感謝您這個星期的收看 也請您繼續鎖定 明天晚上七點半 群球現場漫遊天下 我是李小如 我們明天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小如